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不淡定 不是 就是看看这几位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咱先到我们演播室休息一会儿 好不好 来来来 几位跟我走 来来来 跟我走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为您播出的养生堂节目 我是陈赛 我今天听说一事我特好奇 说池永志今儿个特别热情 对 节目开场之前他干嘛去了呢 他跑大门口接人去了 你这是有什么居心的 我什么叫居心的 这是导演给我派的任务 而且呢我不是说谁我都接进来 我只是找几位特殊的朋友 这几位朋友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什么特征呢 你看我写的呢 不稳定 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个不稳定啊 是跟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有关系的 器官 最重要的 那你要说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肯定是心脏 没错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啊 你看每个人都知道 就是心脏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但你知道在心脏的整体结构当中 也有一个位置 一个部位 尤为关键 什么呀 冠状动脉啊 你想想这个冠状动脉 它是给心脏供血的 如果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 冠状动脉不稳定了 那这心脏还能稳定吗 心脏不稳定了 咱还能健康吗 你提醒我了 那我找这不稳定的朋友 是不是就跟他们心脏上的冠状动脉有关系啊 你说的太对了 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的健康状况 出现不稳定的时候 它是会出现很多的症状提示的 而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症状提示 有可能造成的就是难以挽回的后果了 那到底什么样啊 有什么提示我们好了解了解啊 那必须请出今天做客 我们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为我们揭晓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上 来自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 刘洪旭 刘老师掌声欢迎 欢迎刘老师 刘老师好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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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中国高端食用油引领者鲁花 倡导消费者 少吃油 吃香的油 再次掌声欢迎刘老师 刘老师 先跟您确认一事儿 就是这心脏稳不稳定 对健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我们经常碰到一些 因为这个心脏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因为心脏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我们身体的血液的循环 都是它作为一个最基础的动力 所以一旦它出问题 那直接危及生命 没错 所以我觉得心脏稳不稳定这件事情 我们要重视 而且我们应该获得的是一些 如何判断的小知识 对 我们得了解了解 我们可别发生这种情况 今天我们就准备了一套题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什么样的表现 是跟我心脏不稳定有关系的呢 咱们来一个一个看 比方说第一个说的是 血管狭窄程度轻 相对更稳定 同意的举手 这种说法是对的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泳之你先为我们揭晓一下 我们再让刘老师为我们详解一下 到底对不对呢 血管狭窄的程度轻 并不意味着我的心脏更稳定 一般的认识当中 血管呢我们可能 肚脉朝阳硬化 可能血管会逐渐地长到越来越窄 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 它血管狭窄的程度轻 应该这个病情就轻呗 其实不一定 所以大家可能就在想了 那到底这个血管狭窄 什么程度 什么样子 跟心脏的稳不稳定之间 又是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 那接下来咱们结合道具 让刘老师为我们详解一下 帮我们讲讲吧 这个判断的标准在哪里 刘老师 好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这儿呢 可能会形成这样的 这种中央硬化的斑块 血管内皮下面的这个斑块呢 它有很多种类型 其中有一种类型呢 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斑块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可能就是一些软的纸质 浮在上面 可能相对地来讲 它是比较软的 你按它也会有弹性 这样的这样的情况 跟这个血管去比较 这个斑块并不大 对 如果说这个斑块 斑块逐渐长 长 长 可能会长到很大 会把我们的血管 造成严重的堵塞 但是这个血管的 这个斑块长得虽然不大 如果它是一个软斑块的话 它随时可能会破裂 一旦这个斑块暴露在血管 我们就会要想办法把它堵住 这时候就会在血液当中 有大量的血要板在这聚集 它就会形成一个大的血栓 这个血栓呢 就会堵塞这个血管的血液的流动 那么血液过去就受到阻碍了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形象的比喻 如果是这么大的血管 长了斑块变这么大 然后血栓堵了这么多 然后血管再一痙磷 最后这个血管从这么大 就像这么一 很小 所以其实看上去 有可能这个斑块 它对于血管的这种 狭窄程度而言 一开始影响并不大 但是多种因素 一促合短时间之内 也许这个狭窄就产生了 对 就是这个低调题面所说的 血管狭窄不重 但是不一定它都是稳定的 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对这个稳定的斑块和不稳定的斑块 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呢 我们准备了一段短片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大屏幕上的这几个影像 这一个是我们叫冠状动脉造影的影像 那这个图像是我们叫OCT 是叫激光的这种相干成像 是用一根非常细的导丝 送到冠状动脉里面去 然后去看血管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背后大屏幕上 就是拆解的这个镜针的图像了是吧 这个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动态图像 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截屏 那么我们截屏呢 看我们在这个纵向的截屏在这个位置 这是血管腔内的情况 那这个呢是内膜 中膜和外膜 那总体上看这个血管 大家看应该是比较光滑 比较清楚 对吧 对 那它是一个相对的正常的一个血管壁 那么我们再看下边这一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呢 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些问题了 但是我们看这个病变呢还是比较均匀 那么可能它有一些纤维硬化的这种斑块 相对的来讲呢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我们再看在这个血管呢 那这个部位呢就是有一个不稳定的斑块 大家可以看它对血管腔的影响呢 可能并不是太大 但是这块呢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 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破口和血栓的附着了 那么到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就是一个破裂的斑块了 这块已经有破口了 那么这个有破口以后呢 许晓版就会到这块来堵这个口子 明白了 但是它越堵越多 它就会形成一个大的一个血栓 这个血栓呢就会把管腔堵上 就会出现严重的狭窄 血管狭窄的程度 并不是判断心脏稳不稳定的标准 而这个标准是在于我的斑块稳不稳定 对 我是这种斑块不稳定的情况 心脏健康不稳定的情况的话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刘老师 那办法呢 首先你要找医生 那找到医生以后呢 医生可以有很多的办法呢 来帮你解决问题 像这种不稳定的斑块呢 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 我们也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的一种 中医的治法 通过这个治法 我们也能够让你的这个斑块呢 慢慢地稳定下来 其实刘老师今天 针对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稳定 是带来了他们团队 研究了几十年的一个成果 这个方法就在我们的舞台一侧 我们在最后再为大家揭晓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你要是心急的话呢 可以拿着手机 打开微信的扫一扫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心脏 就可以提前看到这个 让心脏更稳定的方法了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 刘老师 我想知道 比方说这种稳定的斑块 还有不稳定的斑块 它的这个发生是有比例的吗 其实在每一个人的血管里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稳定的斑块 也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不稳定的斑块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 或者说由于各种原因的这种影响吧 那么在一定的时间段之内 可能有一些是稳定的斑块 来影响你身体 出现一些身体的状况 那么在另外一些时间里头 可能主要的矛盾 就变成不稳定的斑块 斑块的稳不稳定 和心脏的稳不稳定 有直接关系 每个人都有可能不稳定 这是第一道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说的是心脚痛疼痛程度轻 相对来说我的心脏就更稳定 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你去看一下 来 我去看一看 来 3 2 1 你看 不出我所料 所以有可能我也有心脚痛 但是我的心脚痛呢没有那么严重 对 但是我的心脏并不稳定 我的危险的风险很高 是这样吗 我们现场有没有叔叔阿姨 就是曾经发生过心脚痛 疼痛的程度并不高 但是发生了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有吗 我们有请这位先生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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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来了 我跟你说 你对人说话可得客气 怎么了 这位就是那个情绪不太稳定 不是 脾气也不是 就是反正不太稳定的那位朋友 我知道了 这位先生就是让你从大门口 接进来的不太稳定的观众朋友 我来的时候一直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搀扶 就怕他生气 呵护 谢谢胖哥哥 谢谢胖哥哥 我是胖哥哥 我看人家挺稳定的 我们来问问这位观众 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呀 刚开始轻啊 是这样 就是胸闷 气短 有一点 然后没介意 后来还正常的工作呀 正常的生活 后来有一次这个晚上睡觉半夜 后半夜疼醒了 疼醒了 一直疼到 疼了将近有40分钟 然后赶快去就医 就医发现这个血管已经出现了95%的问题 医生怎么说 已经有心脏病的症状了 就是不让你走了 因为当时我查出来下午4点多钟 3点多钟查完以后 医生说你现在就不能走了 因为当时我也没做准备 我觉得我挺正常的 然后不让走了 不让走了 还比较意外知道这个 比较意外 很意外 很意外 后来说那就住院吧 住院 第二天就开始 就是介入治疗了 等于一开始是有一些症状提示的 但是没注意 但是没注意 您当然怎么觉得可能是累了 我们那时候工作也忙 可能有的时候一些轻的一些症状 觉得扛一扛就能过去 这些症状是很快就缓解吗 刚开始就是几分钟就缓解了 然后后来有一两次实在不行了 就是就医看一看也没查出来 就是心脚痛 我们心脏病已经发生问题的信号 人体是给出了的 对 但我们自己可能忽略了 我们觉得问题不大 我这个疼的也不严重 我这个难受的程度也不太影响我正常生活 你看这个郭先生这岁数成上几下 是吧 这个家里的事 中间力量啊 这个双肩得担着呀 上有老下有小 所以累一点是自己感觉能理解的 而且没有资格倒下你现在这个年龄端 对 感谢郭先生的分享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 郭先生 鲁花为您送健康了 鲁花高油酸 花生油 油酸膏 抗氧化 青春派 健康油 我们祝您越吃越年轻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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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都有习惯 就是一边收看我们养生堂的节目 一边记笔记 可是有好多精彩的内容都记不全 怎么办呢 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养生堂的APP已经上线了 怎么做呢 跟我一起拿出手机 然后打开微信的扫一扫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跟着它打开浏览器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APP商城当中了 下载我们的APP 找到节目播放的页面 然后有这个节目笔记的字样 在最下面点击收藏就可以了 刘老师 我们可能就在想了 那到底什么样的心脚痛 它是跟我们的心脏不稳定有关系的 刚才这位郭先生呢 其实他是在一二年的时候 开始有症状 早期的时候 他就是有一点凶闷憋气 几分钟 后来逐渐发生到呢 可能到十几分钟 甚至于更长一点 其实他也重视了 他到医院去检查了 但是初步的检查呢 没有发现问题 另外呢 他当时也比较年轻 所以呢 没有发现 他的这个潜在的 不稳定的因素 但是一直到他 夜里头出现疼痛的时候 还好 他及时就医了 他没有出现 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还记着 我在做主治医的时候 做小大夫 大概在90年代的中期 曾经也是有一个病人 那个病人跟他的年龄 当时可能差不多 很年轻 他因为有胸闷胸疼的症状呢 他去了郊区县的中医院 当时那个中医院的医生呢 跟他说 说你的心脏不稳定 给他诊断的叫 出发劳力心脚痛 说他是个不稳定的状态 建议他住院治疗 但是呢 他觉得他自己呢 第一 症状不重 第二呢 我很年轻 第三呢 你给我诊断的 就是出发的 所以觉得可能问题不大 后来他就没有住院 回家了 回家以后五天 也是五天以后 这个病人演变成 一个大面积的心肌梗死 再到医院呢 经过抢救呢 挽救了生命 但是呢 大面积的心肌坏死以后呢 导致他心功能不全 然后呢 他的心脏功能非常不好 然后生活能力呢 就会逐渐地越来越下降 这也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郭先生其实他是最及时的就医了 他现在的心脏的功能还非常好 待会儿我们还会讲他的故事 其实这些人如果早期的就医 能用上一点点中药 也可能他的斑块就会稳定下来 他的心脏就会稳定下来 也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问题 所以刘老师我们特别想抓住的那个点是 既然疼痛的程度不是一个判断心脏稳不稳定的标准 那是不是什么样的疼痛 它的指向性会更强一点 最危险的心脏痛有何特点 什么法宝可以让心脏变稳定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 答案马上揭晓 既然疼痛的程度不是一个判断心脏稳不稳定的标准 那是不是什么样的疼痛 它的指向性会更强一点 缺血性的胸疼呢 其实可以简单地分成两大类 那如果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血管 这个斑块呢相对的来讲 它的这种不稳定因素少 那么它呢就会形成血管内的一个固定的狭窄 那么这个固定的狭窄可能 在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 不一定会出现症状 但是一旦它运动量增加的时候 比如说追赶公共汽车 比如说骑自行车上立交桥 或者说我们上楼梯 心脊耗氧量增加的时候 只要增加到一定程度 它这个固定的狭窄 就不能再给心脏提供更多的供血了 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胸疼 那么这类的病人 可能它的这个血管上里边的斑块相对稳定 那么它的运动耐量也就会相对稳定 也就是说它经常可能在上两层楼的时候不疼 但是上三层楼的时候就会疼 它的心脚痛是有规律的 我能抓住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 对的 那么这些呢 绝大多数可能都是稳定的心脚痛 那么像我们出发的心脚痛 或者原来相对稳定的心脚痛 突然不稳定了 没规律了 规律变化了 表现得更重了 那么我们的叫突然恶化得了心脚痛 还有那种就是安安静状态下的 刚才像郭先生说的 夜里头睡觉的时候 突然就没有原因就疼醒了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些很可能都是不稳定的心脚痛 明白了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心脏稳不稳定 是跟心脚痛发生稳不稳定 有直接关联的 如果说我心脚痛发生的比较有规律 那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 但是也要有健康的警惕 对 但是风险更高的警报拉响的 就是我的心脚痛不知所起 然后也难以遏制 没有规律发生 这种不稳定性的心脚痛 跟我们的心脚不稳定 关系更加密切 所以我们就想知道 比方说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种稳定和不稳定的心脚痛 它是有什么异痛的 我们做医生的一定要强调一条 有胸痛上医院 是的 不管它的疼痛轻还是重 那么上医院以后呢 医生就可以有一些办法 我们中医认为呢 像冠心病 像这种有斑块引起缺血的这种病人 绝大多数从中医的症候来讲 有气虚 有血瘀 就是气虚症和血瘀症 这是最常见的两个症状 而且经常是兼而有之的 这种中医的症候 当然这种血瘀症的这个 它的这种轻重的程度 也对我们判断 你是不是规律或者不规律 有一定的帮助 气虚血瘀的程度不同 这个风险的级别就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判断自身 气虚血瘀的这个问题 是轻是重呢 其实今天现场 我们也有一道测试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现场请两位观众朋友 上台来测一测 电视机前的您 也可以跟着一起来测一测 你看现在我们舞台上呀 已经给出了这套测试题 这套测试题就能帮大家判断 我这个气虚血瘀的程度 到底是轻是重呢 那我们的叔叔阿姨 咱们也沾到这个题板前面 根据自身的情况 我们画一下分数好不好 根据旁边说的这个 两位观众在专家的帮助下 完成了七道自测题 最初阿姨得到21分 叔叔得到了22分 两人的测试结果说明什么 谁的气虚血瘀程度更严重呢 所以刘老师 帮我们分析一下情况吧 比方说这个结果21分和22分 都算严重吗 还是都算比较轻的 他们两个还不算太严重的 不算太严重 对 不算太严重 但也不算轻 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了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症状呢 比如说胸门的症状 最严重的是9分 叔叔阿姨都在3分 疼痛的这个症状表现来说 不是太重 那么后边我们还要看看 其他的表现 比如说心悸的表现 这两位都没有 但是在乏力的这个表现当中呢 可能其实我们这位 叔叔的这个症状 可能会更重一点 然后可能也是重就重在这儿了 然后后边这两个气短都是4分 然后都是在相对中等的这个程度 然后从蛇相和脉相来讲呢 两个也都是在相对中等的程度 这样总起来加在一起 他们综合的这种评估呢 还不太重 综合评价来讲 他们目前的情况 还是一个不太严重的情况 假如自己在家里测的话 我满足多少分我就要去医院了 这个我想还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分数呢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不建议病人自己用 都是由医生来 还是来由医生来判断 因为比如说蛇脉这个东西 是我们中医非常专业的一个技术 需要医生去判断 有症状一定要去医院 及时的就医 明白 就是由医生来判断 就是有症状就要去 对对对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吧 刘老师 好的 因为比方说胸闷 胸痛 心悸 乏力 气短这些 听上去都很熟悉 但是详解一下几分的内容 我们发现它还是有一些 特定的差异的 比方说胸闷 你看零分肯定是五 三分是偶感胸闷 可自行缓解 然后进阶的是胸闷发作频繁 但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 最重的是胸闷持续不解 影响生活和工作 对 然后二位都是偶感胸闷 可以自行缓解 一般的来说 我们胸闷 胸疼的这个症状 指向的是胸医的血瘀症 那么像心悸乏力 气短这几个症状 可能跟这个气虚的表现有关 当然心悸可能跟血瘀和气虚 都有一定的关系 问一下二位的情况吧 大哥您的情况是 有心脏病还是没有 我是初步断定是有 已经做过这个检查了是吧 做过前期的一些检查做过 所以其实还是准的 对 当然了 你看他22分确实有气虚血瘀 也曾经做过检查 是有心脏病的情况 咱们再来问问阿姨 我被退院剪为冠心病 有冠心病 我吃了20多年的药了 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表格做一做 有异常就是很好的提示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您可能觉得这个内容太多了 没有记下来怎么办呢 可以拿着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养生堂的 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 心脏就可以在家里进行自测了 那感谢二位的参与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两份 我们为大哥送上的是 养生堂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玉品高方提供的 福灵艺人草本高 为了答谢广大观众 对于养生堂的热爱和支持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就有机会免费获取 玉品高方送出的 桑胜草本高 每天有100个免费的名额 千万不要错过 玉品高方做中国人自己的 养生佳品 感谢您的参与 祝您健康 谢谢 极致营养助力 养生轻松给力 本节目奖品 由中国国家攀岩队 乳品养保障的 三元极致AR牛奶 特别赞助 我们送阿姨一盒 三元极致AR牛奶 然后祝您每天营养 满满活力出发 谢谢 谢谢二位的参与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谢谢 刚才那个字册 是帮大家简易地判断一下 我这个气虚血淤 是轻的还是重的 但到底是轻的 跟不稳定的心脚痛有关系 还是重的 跟不稳定的心脚痛有关系呢 应该说这种重的 分数越高的 它的这种不稳定性的风险 可能就更大 相对轻的 可能它的这种 这种不稳定的风险就小 但是这个我们说 不仅仅是看我们症状的打分 还要看我们的蛇脉 当然它是不是不稳定 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办法 这只是一个简易的便捷的初步的方法 最主要的是如果我发现了 我确实是有气虚血淤 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也有不稳定的这种心脚痛的发生 其实我们中医也是有方法可以应对的 对 气虚血淤症是冠心病 最常见的一个症候 特别是这个不稳定的这种情况 也指导我们去能够研究中医的治疗方法 那么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就说了 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经过几十年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不稳定的情况稳定 还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刘老师的团队 研究了几十年的那个 对于我们心脏稳定至关重要的方法 太想知道了 稍后揭晓 你已经心急了是吧 还是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说有关键词 心脏提前看看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 前两个题我们已经印证过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他说的是安装支架后血管狭窄得以改善 所以病情从此就变稳定了 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咱们这个支架就是让这个血管疏通啊 咱那个血液流转开了 这个心脏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就没有心脚痛 就不会发生心脏的问题了 那听上去是对的 你说要不能让我们病情稳定 我还知道它干嘛呢 就是 那看看 答案是不是像我们预料的 肯定是对的 对不对的 走 这怎么能是错的呢 怎么回事啊 刘老师 这安完了支架 病情也不能变稳定吗 这个题呢 不能算完全错的 但是呢 它确实说的不准确 因为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植入支架以后呢 可以把狭窄的血管疏通了 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不是万事大吉了 绝大多数的这种血管狭窄的地方 植入支架以后呢 会保证这个血管长期通畅 但是仍然大概有5%左右的病人 会因为支架的植入以后 它会出现在狭窄 可能跟支架的这个 本身对血管壁的刺激 有一定的关系 它会 血管会再次长窄了 这个大概在5%左右 就按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支架 虽然把狭窄的地方打开了 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我们冠心病 冠状动脉胀硬化的这个进程 那么如果我们的病人 不很好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很好地去吃药 管理自己的这种关心病 它还可能长新的瞎窄 那么这个新的瞎窄 就有可能带来 我们新的不稳定的因素 明白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但是这个效果能维持多久 就不一定了 对 说到安装支架后的心脏稳定情况 其实我知道今天在现场 也是由我们刘老师的患者 来了的是吧 对 我们再次请上郭先生 让他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掌声有请郭先生 郭先生走上台了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让永智 接郭先生的原因 因为郭先生就是那个 心脏不稳定的患者 而且是安装完支架之后 定情依然不稳定的患者 我从第一次装完支架以后 感觉应该没问题了 大事的万事大吉 过一段时间也就半年吧 又出现了症状 气短 胸闷 说话捣气 就是这一句话说不了完整的 就这半口气就不够了 后来再一看 再次狭窄 出问题了 然后进行了第二次 第二次完事 大概有个不到一年 继续又放了第三个 第三个就害怕了 这个 如果你再往下放 这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一共放了多少了这会儿 三个了 三个放完之后就感觉 这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不行 找刘老师 找到刘主任以后呢 每周吃中药 这个秘方啊 说你别说啊 还有秘密 小梅二维码 关注养春堂的微信公众号 没有秘密 从每周去 到两周去 然后到一个月去 逐渐逐渐地 不去了 病好了 病好了 逐渐地改善了 我自己的这个病情 然后病症呢 也都逐渐地消失了 这个透露一个 这个经常有时候 跟刘老师 我们还探讨去高原的事 这个也去过 而且也去过 都上过高原 您上了 怎么个高原法啊 就海拔多少米 就爬香山来了 那都不算事了 爬香山都不算事了 海拔多少米去的哪 这个大概在最高的时候 去过五千多吧 五千多 自己给自己点勇气 然后呢 也是想自己对后半生的 自己的一个转折 刘老师在这儿有了 这么精心地给我的调理 感谢刘老师 真好 太厉害了 不敢想象啊 因为我前面听着 我都觉得 就是心情很堵的 很揪着 对 因为按了一支架 又按一个 又不行 然后又按一个 这啥时候是个头 但是后来找到了 刘老师开始喝中药之后 病情逐步好转稳定 甚至趋于治愈 支过三个架了 您还不担心 还敢往上载 永攀高峰 太了不起了 没错 而且最主要的是 刚才郭先生说了 说有秘密 不能说 哪有什么秘密 这秘密就是 刘老师今天带来的 这个团队研究了几十年的 互心的方法 揭秘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我们稍后再揭秘 但是刘老师 帮我们分析一下 从一个专业的医生角度来说 郭先生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是2012年4月19号 他第一次做造影的情况 大家看 这个是冠状动脉 那么这个冠状动脉 就像我们的树枝一样 从根部是粗的 远端是细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血管的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明显的狭窄 能够看得出来吧 这个时候我们的接入的医生 给他把这个血管修复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已经不窄了 对不对 对 非常的这个漂亮做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4月份到了9月份 2012年的9月份 那么 又瞎摘了 郭先生就又出现症状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 在这个血管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原来的指尖 在指尖的近端这个地方 就又在瞎摘了 那我们的这个接入的医生 非常巧妙地把它处理了 在这近端又放了一个指尖 这个瞎摘就已经没有了 应该说也是手术非常成功 那么到了2014年的1月份的时候 郭先生又出现症状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看 他的这个原来 第一个指尖在这儿 第二个指尖在这儿 那么在这个 第一个指尖的远端 这个地方又出现了瞎摘 那么我们的接入医生呢 非常漂亮地 把这个血管又修复了 然后大家看 这个血管是非常均匀的 就光滑地就修好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 从第一次狭窄 装第一个指尖 两个指尖 三个指尖 他只是在这个三年之内吧 他反复出现在狭窄 那后来呢是郭先生找到了我 然后呢在我这吃药 开始吃中药的时候呢 是每周都来 后来慢慢慢慢地呢 就来得越来越少 刚才在做养生堂上台之前 我们俩是好几 有几年了吧 没见 两三年 三年 差不多有三年没有见了 我们俩见面 但是我们俩见面聊的 已经不是这个病了 聊的是上高原 因为郭先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很有进取心 他经常去自驾去高原 而且还经常会告诉我 高原什么地方好 什么地方好玩 什么地方景色非常好 用心体会美丽的瞬间 对 就是在看这些事物的时候 会打开另外一种心扉 但是首先得有咱们那个好方法 把你的心给他激活了 对 我们掌声送给郭先生吧 也祝您越来越健康 然后领略更多的祖国的 大好的这种风景 跟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谢谢 郭先生真的是非常厉害 对 主要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也非常羡慕 他跟刘老师的这种关系 就特别良好的一种医患关系 后来就是朋友了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 你得有这个心去领略大好的和珊 这个心是如何稳定下来的呢 说到的就是咱们团队 研究了几十年的这个方法了 这到底是什么方法 咱们揭秘一下吧 在中医的这个领域里 我们是最早针对不稳定心脚痛 进行中医药研究的 那我们用了一个叫益气逐瘀法 那用这个方法呢 我们去治疗这些病人 那么我们应该是在90年代的后期 开始开发这种方法 那到了2005年 我们就获得了一次 中华中药学会的科技进步奖 那么这个研究呢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已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那从最早就是从 这个冠心病的不稳定心脚痛开始 逐渐地开发了 我们一个医院的院内的治剂 然后呢 我们用它去治疗不稳定心脚痛 治疗急性心肌梗死 治疗像急性心肌梗死后的 这个一些新功能的不好 还有包括我们在介入治疗 我们用支架治疗的时候 为手术期的心脏保护 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中医的 我们自己提出来的一个大法 确实给我们很多的病人 带来了健康 那么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再一次获得了 中华中药学会的科技进步 来一定解释 明白 刘老师说的这个意趣逐渝法 对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三种 比方说斑块的不稳定 心脚痛的不稳定 还有安装支架之后 心脏病病情的不稳定 都是特别有效的 所以我们就想详细地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益气 什么是逐渝 那么在广大的这种冠心病 心脚痛 特别是不稳定心脚痛的病人 那么他们的这个主要的 这个中医症候 是气虚和血瘀 那么我们呢 所以就第一个方法 我们要益气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就活血 但是像不稳定心脚痛 这些病人呢 有很多的病人的病情 相对的来讲是比较重的 可能是经过了多少年的 积累啊 积累的 刚才我们说 这个病变可能不是说 斑块不是很重 它可能呢不稳定 但是我们很多 不稳定心脚痛的病人 可能是斑块已经很重了 但是它还不稳定的 那所以这类的病人呢 我们用活血药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想到的是 尽量用更强有力的活血药 那么我们的活血药呢 其实也分几大类 我们选择了就是 活血相对最强的 一类的药物 叫破血逐瘀的这种药物 那这种药物呢 跟我们的这个 益气的药结合 所以我们叫益气逐瘀法 明白 来这样去治疗冠心病 特别是那些 不稳定的心脚痛 那我们看 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活血化瘀的药物里头 其实它还可以分成几个雅类 一类是养血活血的药 像我们最常用的 当归 赤勺等等 这些呢 都是养血活血 它具有养血的作用 那么一般的可以用在这种 既有血淤症 又有血虚症的这种病人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我们最经典的 活血化瘀药 这个大家可能都熟悉的 红花就是这样的 还有穿雄 这些药物呢 都是我们活血化瘀药 最常用的药物 那么还有一类呢 是破血逐瘀的药物 那么破血逐瘀的药物呢 我们最常用的 像有三棱 有鹅竹 有水质 有土源 总体上来说 破血逐瘀的这一药 就是活血力量 最强的一类药物 猛药 对 但是这类药物里头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 很细地去分析 益气逐瘀法里头 我们是用的益气的药 是像黄芪 党参这一类的药物 那逐瘀的药物呢 我们重要的用的 用的两个药是 水质和土源 这个呢也是 非常有讲究的 这一类药叫破血逐瘀 但是中医有一个讲 叫破血的药 它也破气 它会伤气 那么比如说 我们说的这个三棱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鹅竹 它既破血又破气 但是要知道 刚才我们说的 不稳定心脚痛 冠心病最多的症状 是气虚血瘀 是的 你本身气就虚了 你再去破气 肯定对病人来说 那就会不好 是 所以我们特别选用了 破血逐瘀药里边的 两个药物 水质和土源 这两个药物 都是破血而不伤正气的药 就更适合 我们这些 气虚血瘀的患者 那么它既有很好的这种 意气扶正的作用 同时它也有非常强大的 破血逐瘀的作用 而这个破血逐瘀的作用 又不伤及我们的正气 这是我们的这个 祖方的一个 非常独到的地方 那这个遗气逐瘀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 郭先生得益于的 那个刘老师团队的常用方 又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刘老师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好 刘老师 我们现在给出的是 您常用的一个 遗气逐瘀的方子是吗 对 这个呢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呢 是我们 遗气逐瘀法的一个 基础的药物组成 它的名字叫 深圆遗气活血方 深圆遗气活血方 如何帮心脏变稳定 心脏病人群过夏天 哪些方法不可不知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 答案马上揭晓 有 养生堂2021年健康杂志 已经推出了 现在拨打我们栏目的 服务热线 或者是扫描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就有机会免费获取 上面有我们每月精选的节目内容 还有权威的养生知识 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呢 这个呢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呢 是我们疫区逐语法的一个基础的药物组成 它的名字叫深圆遗气活血方 在这个方级里面呢 其实最重要的遗气的药是黄旗和党身 而且在这个方子里面呢 都是重用的 量都比较大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全身 听着身呢 一般的来说呢 它都会有一点遗气的作用 都是补的 但是这个药呢 也是一药多用 它既有益气的作用 同时它主要还是一个具有养阴的作用 另外呢 从中药的性味来讲呢 它是咸寒入血的 可以软肩散结 那可以消除斑块 这三个药呢 相对的来讲呢 是扶症的 然后呢 还有呢 有几个药呢 像我们说的单身 单身呢 是一个活血药 它不但能够活血 它还能够养血 然后我们还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这儿有水质 土源和地龙 是我们破血逐渝的核心的药物 当然包括这个地龙 它不但也有活血 化育的作用 还有这个通经收落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圆弧 圆弧呢 是里气活血的 它有一点点行气的作用 因为中医讲 气型则血型 是的 所以在血育症的病人 我们在用活血的药的当中呢 我们还要用一点 稍微用一点行气的药 明白 里面有医气的 然后有行气的 对 有活血的 方方面面都兼顾到了 对 就是得找大夫 对 所以在家里面 自我调理的话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刘老师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像有冠心病危险因素的 或者冠心病相对的 稳定的病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 管理自己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一些 像中医的这种养生的方法 或者中医的这种茶疗方啊 食疗方啊等等 那么我今天呢 也给大家带来了两个茶饮方 太好了 那咱们一起去看看去 走 走 走 我们两杯带茶饮 已经预备好了 然后前面还有两个指示牌 一个写的是 养血 安神 宁心方 另外一个写的是 遗气 活血 养心方 所以刘老师 同样都是针对 有冠心病危险因素的人群 为什么我们给出了两个方子 因为中医讲究的是 辩证实质 根据不同的症候 不同的临床的表现 可以选用不同的这种方计 到底什么样的人群 适合的是我们的 养血 安神 宁心方 什么样的人适合的 又是我们的 遗气 活血 养心方呢 在开场之前 刘老师在现场 已经找到了两位 有适应症的观众朋友 咱们请两位观众 上来讲一讲 好不好 来 掌声欢迎 我们这两位观众朋友 我先说赛赛 这二位大哥我认识 你怎么又认识 又是你接进来的 这就是我接 那个不稳定的朋友群 这两位也是不稳定的 不会发脾气 那咱们问吧 二位 都哪儿不稳定 行不行 对对 赶紧了解一下 咱们赶紧的 大哥您先说吧 您是有什么问题 我自打割完支架之后 有时候身上比较乏力 缺气的感觉 亏气 我觉得大哥说出两点 第一点是做过支架了 第二点呢 做过支架之后 还有一些乏力的这个症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刘老师 像这种乏力的症状呢 中医讲的就是气虚 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 一种表现 这种气虚的表现呢 我们最可以用的选择的 就是这个 仪气 仪气活血凝心方 这个茶疗里面呢 补气的药呢 相对的就多一点 哦 来 赶紧 我递一袋 给大哥断上来 虚微有点苦 有点苦 虚微有一点 能不能品出来什么 特别贵的东西 藏红花 还有什么呢 这是啥吗出来的 行 别难为大哥了 大哥是真尝不出来 反正猜出一个有红花 大哥 我们再给您点时间啊 您再品品 再琢磨琢磨 咱们听听那位大哥的情况 您是什么问题啊 我是做完 也做两个支架 做两个支架以后呢 就是现在呢 就是睡眠感觉不太好 睡眠不好 怎么不好 是睡一会儿就醒 还是 还是睡不着 睡不着 睡不着 失眠 这大哥也是啊 都是做过支架 这位您说是做俩支架 这位是做了一个 刚才那个郭先生做仨 您这三位 一二三 你好像接了四位来的 接四位 那位不会是做了四个吧 这 我说你们哥四个 不是按支架的数量 这个排的是不是啊 我看出来了 都是刘老师的患者 看出来了 对 其实他主要的一个表现呢 刚才他说的是睡眠不好 对 睡眠不好呢 因为中医讲呢 心主血脉 心主神宁 如果说这个血瘀了 血虚了 都可能造成睡眠不好 这个方子呢 叫羊血安神宁心方 它呢是以羊血安神为主的 就是能够促进他的睡眠 明白 那赶紧的 您尝尝 您看看苦不苦 先尝尝 这杯颜色比较淡 对 有点酸味 有点酸 有点酸 到底我们给出的这个 仪气的活血方 还有我们养心安神的活血方 是怎么回事 稍后我们揭晓 感谢二位的参与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两份 说说鲁花为您送健康了 鲁花高油酸 花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我们祝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 谢谢 我们为大哥送上的是 养生堂行业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育品高方提供的 龟鳖草本高 为了答谢大家 对于养生堂的热爱和支持 现在拨打我们栏目下方的 服务热线 既有机会免费获取 育品高方桑胜草本高 每天有100个免费的名额 千万不要错过 育品高方做中国人自己的 养生佳品 祝您健康 咱们二位先去休息一下 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个两方子 一个是一起活血养心方 其实是我们针对冠心病的 一个最常用的方子 那么另外这个 养血安身凝心方 也是像我们这种夏季比较炎热 温度比较高 也容易心翻易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 适合我们这个时令的一个方子 喝完了这个茶 可以养心安神 可以安静地睡眠 睡个好觉 是不是我没有心脏病 但是我最近 可能有心烦意乱失眠的情况 喝这个也行 可以的 因为我们的茶疗方 一般的来说 都是与时同源的药 这个是炒枣仁 枣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养血安神的药物 对 那么还有一个百合 百合也是一个可以安神的 养阴安神的这样的药物 乌眉也是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生山渣 活血化鱼 又可以健脾消食化痰的 这样的一个药物 那特别是像我们的这种 冠心病的病人 夏天容易失眠的话 这个生活节奏打乱以后 也容易出现心脏的症状 那么就可以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 这个方子 我们的心脏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个是说的我们养血安神的方子 还有一个是一气活血的 那像冠心病的病人 在夏天的时候 可能因为天气温度比较高 然后我们出汗多 雪容量就不足 另外一个 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我们的体温也会相对的升高 然后心跳也会加快 这些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 都是耗气的 对于这种气虚的病人都不太好 所以我们选用这个 这个一气活血养心方 大家补补气 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我们的体温也会相对的升高 然后心跳也会加快 这些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 都是耗气的 对于这种气虚的病人都不太好 所以我们选用这个 这个一气活血养心方 那么这个方子里面 也是我们看到的用了一个太子身 这个是既可以益气 又兼有养阴的 这样的作用的一个药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红花 红花这个药物它本身是一个 非常专一的这种活血化育的药物 刮楼有一点点这种化痰通便的药 现在的冠心病的病人 有很多在气虚血鱼的情况下 还兼有一些痰灼 那么用这个刮楼 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山楂 它本身也有既有活血的作用 又有化痰消失的作用 整个这个方子里面 因为它有太子身 所以它的补气的作用 就比较突出了 通过补气活血来养心 但是这个方子里面 刮楼有一点轻度的腐泻的作用 那当然它这个量很小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 经常腐泻的病人 用这个方子的时候要慎重 明白 所以我们也在想 你看心脏稳不稳定 跟我们意识上的稳不稳定 是会有很多的出入 对啊 日常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 是尤为重要的 所以吃点什么 对于咱们的心脏健康 是有帮助的呢 接下来就进入到 我们的养生厨房 进入到卤花养生厨房 去了解一下 养生厨房继续为您带来 系列节目 营养新品菜 制作好美味 今天给您带来了 什么样的新品菜呢 就在这儿呢 这个东西我看了半天 它长得很像西北的一种大枣 它长得又像迷你版的黄瓜 但是它是黄瓜吗 真是给我搞糊涂了 好大车您知道它是什么吗 它好吃吗 尝尝 真脆 听得嘎嘣脆 它不单脆爽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多汁 黄瓜的清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比大黄瓜的味道更浓郁 到底它是什么呀 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啊 卓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食材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营养元素 非常适合我们在这个季节来食用 不仅口感好 然后样子又像水果又像蔬菜 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什么营养啊 它叫什么呀 赶快拿出手机来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您输入一个字瓜 就可以提前获吃它的真面目了 这么好吃的瓜 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今天您看我手里这个工具 一把漏勺 然后一把瓜皮刀 咱们做两道美食 第一道呢 咱先来一个老北京漏鱼 第二道来一个享油黄瓜 都会用到它是吗 它就是主食材 主食材 太好了 要想做好这个老北京漏鱼 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呢就是这个粉浆的调配 比例很重要啊 三比二比一 三份的大米粉 两份的玉米粉 一份的豌豆淀粉 然后呢锅里边加上水 这水呢和咱们这个粉浆的比例呢 您要二比一就行 然后这个凉水 直接把粉浆下来 大火把它烧开 那这个粉浆下来之后呢 随着加热 我们要不停地搅动 一定要把它熬到透亮 这是一个标准 我们好大厨 现在搅动的时候用的是什么 家家都有的擀面杖 擀面杖 对 没有勺子 要筷子 为什么非得用它呢 这擀面杖我跟你说 第一 搅动起来更加方便 筷子的接触面是小 太小了 是 而且这个随着搅动的粉浆 它会上劲 所以擀面杖呢 搅动力会更大 咱慢慢等一下 好 那问一下总老师了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 长得很像西北的大枣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都有什么营养 它里边有一种 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 叫什么呢 丙橙二酸 这个丙橙二酸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我们吃的米面里边 都含糖类 是吧 很多的糖类在体内 是以脂肪的形式来储存的 那这个丙橙二酸有什么作用 可以防止这个糖类呢 转化成脂肪 再一个 它本身热量呢 也非常非常的低 富含膳食纤维 有薄浮感 所以你吃它 可以让我们强生 然后健体又不肥胖 这么好的物质 这到底是什么 这样您拿出手机 来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 微信公众号 输入一个字 刮 或知它的真面目 或知它的原样价值 另外呢 现在已经入福了 进三福天了 我们都知道 三福天是养生的 最佳的一个时机 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 怎么办呢 养生厨房特别贴心 教您怎么三福天来养生 而且每天都有一个 养生的小诀窍 怎么获得呢 也是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 微信公众号 输入三福 您看出现了三福日历 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从初福到中福到卧福 每一天都有养生的好方法 赶紧下载咱们学起来 好 话说的 这个姜已经变成糊了 对 变成粘稠的糊状 看 这隔壁上调节之后 它成透明状了 是的 这会就可以光火了 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冰水 如果没有冰水的话 这漏鱼的口感 也达不到这种脆痰的口感 平时我们在专业厨房里边 这是我自己带来的 专业厨房的用具 如果您家里没有也没关系 就用咱家里这个 小的就是 就可以 然后咱把这个漏勺上面 蘸点水 一定要蘸水 用着它粉浆粘连 然后直接 随着我们用漏勺轻轻的一抖 一颗颗小鱼就落到水里面 对 那接下来怎么操作 这个漏鱼 咱冰上这个半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我把卓老师推荐的食材 已经给它改刀切丝了 直接您就往这盘底一铺 这边预备一个漏勺 这条味确实非常关键 但同时又特别的简单 你看 我这就是用的麻酱 用水 咱把它卸开之后 来点生抽 再来一点醋就行了 您这碗上面一焦 我觉得它这个做法非常好 你看 又没有加热 是吧 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 我们这个食材里的营养元素 因为它里面的纹色度C 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您这样的话 因为没有经过高温加热 所以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好的 爽口好吃的 这个老北京鹿鱼做得了 还有一个菜呢 刚才说了 是叫想油黄瓜 想油黄瓜 说到想油黄瓜 最关键的就是什么 关键在这个想 这个想呢 其实就我们说的是呲拉一下 这菜啊得有声音 然后呢另外呢 就是非常关键的刮皮刀 咱给它刮成薄片 刮成薄片之后呢 您看啊 由于它比较短嘛 所以呢两片一对 然后顺着一蹲 直接可以给它卷成黄瓜酒 就是我们在饭店里 经常是这样摆盘的 对 所以没想到我们用刮皮刀 自己在家里也可以 完成这么美的造型啊 那接下来再问总老师 它有什么功效吧 它的就是生糖指数呢 也是特别低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 血糖高的糖柚来吃的 那你不光可以是把它 当成蔬菜 其实也是可以当成水果来吃 黄瓜处理好了 接下来呢就是调这个酱汁了 稍微来一点蚝油 这蚝油怎么让它味道 更好的释放出来 一定要用一些开水 把它卸一下 用开水卸一下 这样它的味道会更好 然后这里面再加上一些 生抽 米醋 调好的这个料汁 你们把那黄瓜上 均匀的这么一浇 蒜蓉 直接铺在这个黄瓜上面 铺在上面 这边开火加油 好 我们现在放入的是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它用的是物理压榨的方式 所以我们放一点 花生的香味就非常的浓了 而且呢刚才好大厨说了 今天我们做这个想牛黄瓜 最关键的就是那一想 想 对 怎么个想法呀 放一些干辣椒在上面 这油温呢 咱们要相对来说烧得高一些 大概烧到8成热的状态 只有这样呢 才能瞬间激发辣椒 和这个蒜蓉的香气 好 那接下来 在等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来揭秘吧 它到底叫什么 邓老师 朋友们 我们终于要揭秘了 这个形似小香瓜 小黄瓜 又像大青枣的食物 到底是什么 它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青枣黄瓜 所以你看既有青枣的这个喜儿 又有黄瓜的清香 就是把它形似的 都放到名字里了 对 又像大青枣 又像黄瓜 这个油有点放烟 油 可以了 正好 正合适 正好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随着嘶啦一声 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这得多爽口 多好吃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不是普通的黄瓜 它叫做青枣黄瓜 它比普通的黄瓜 更清脆 更香甜 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能帮我们瘦身 北京的名小吃 这个露鱼儿 再配上咱们享游黄瓜 那真是夏天的绝配